張進鋒設計師所帶領的 是經濟部合格登記的設計團隊 擅長格局的規劃以及重新配置 主軸式的設計風格 讓每一個空間跟隨主調 散發自我的調性喔 今天我們要看這個房子 其實很有趣 因為同樣的屋主 其實張設計師之前他的房子 比較小屏數的時候我也拍過 那間房子拍完之後 造成很大的熱烈迴響 我記得他那個17屏裡面 除了可以做那種時尚新古典 做得非常到位 然後他有一些他的那個 餐桌兼麻將桌詢溫度也很高 總而言之那一家 我記得拍完個案的時候 大家反應很熱烈 那我也知道那其實是 你們團隊劉曉芬設計師的作品 對不對 對 其實這個屋主很有趣 因為他已經是第四套房子 請我們幫他設計了 對 那前兩套的時候 因為他們小兩口的時候 那個屋子是比較小 後來那上一間 就是他實際有17屏 那個小噴設計師 幫他們處理的時候 那時候是有一個小baby 一個baby 對 那因為成員的增加 那相對的房子必須換大 所以二友買了這個房子之後 他還是請我們團隊來處理這個設計 所以基本上他現在是有兩個baby了對不對 對 OK 房子我覺得變大了 對 可是聽說是非常信任的 完全放手給你們來做設計 對 整個包括在掉性的部分的處理 還有就是說整個空間的規劃 還有他需要很多的收納延續之前的一個需求 這個部分都是由我們全權來處理 我們希望說延續之前的那種新古典的味道 那新古典當中的收納在這個空間我們一樣可以看到 可是我們的處理方法又不太一樣了 OK 待會會揭曉給大家 對 那麼接下來還記得那一張他很愛很愛的餐桌 然後選混度很高 同時是兼麻將桌的那張桌子 聽說也是指定要帶過來的 對 因為有些舊家具其實在當初我們設計 他其實非常的喜歡 他會覺得說這個部分他可以延續之前的一個生活 所以就一起過來了 也還是都帶過來了 對 OK 好 那時候他的家還有一個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他的電視主牆 對 那時候是一個大台 一個小台 他說大台的電視是媽媽看 然後小的螢幕是給小朋友看 小朋友看 對 那這一次我發現很讚啊 就電視主牆就一台大台的電視 對 這樣夠嗎 夠啊 因為其實我們在整個空間設計呢 到處都有電視 在這個屋子當中我們設計了八個地方有電視 八台啊 對 有八台電視 OK 大概哪些地方是我們比較想不到的 一般在比如說客廳啊 還有主廊的主牆啊 這些地方該有電視的地方呢 都有一萬呢 另外在餐廳啊 還有熱草區還有浴室都有電視 我想喔 上次如果這個17屏的空間 可以做到非常到位的時尚奢華空間 你覺得很驚訝 然後收納也很滿意的話 那麼張設計師今天要介紹給大家 這個45屏三房兩廳 他一樣有很多很多地方細節的設計 你一定會贊不絕口 其實呢 從以前到現在 我就一直覺得張慶豐設計師的格局 規劃功力真的很強 像今天的這個空間 你在玄關它位置的界定上 又給了我們另外一種不一樣的思考模式 對 我常常講 空間的界定不一定要強 不一定要屏風 你有一個領域性 事實上就是一個空間界定 那在這個空間當中 我們希望說天花板它的完整性 不被玄關破壞掉 所以我們在玄關的地瓶呢 只做了一個時尚的一個平花 來界定這個玄關的位置 的確以前我們看到玄關 它如果有天花板 可能都要跟地瓶做一個對稱 對 所以它的天花板 可能會被切割一塊出來 這一次的做法 其實用地瓶就可以界定了 對 那剛剛我們有說過 雖然它之前那個空間 十七瓶做得非常的精緻 而那一集最讓人家驚豔的 就是它的收納量很驚人 對 同樣今天空間放大 放大個兩到三倍 你收納量也要給我們大兩到三倍 對 所以在這個空間 我們希望說整個櫃子 不要因為櫃子很多 收納很多就破壞整體的設計 所以我們把櫃子做一個集中 比如說我們入血關之後 需要的鞋櫃 還有電視旁邊需要的機櫃 還有衣物櫃 我們把它集中起來 然後沙發的背牆 我們希望說利用收納� 跟背牆來做一個設計的結合 所以我現在放眼看過去 如果它有像這樣子的一個 壁面的設計 它基本上都可以做收納的空間 對 那這些櫃子裡面 我們除了機能的整合以外 這個櫃子我們做了一個不一樣的改變 就是這個櫃子的櫃面 我們除了這個新古典的一個雕刻面板以外 我們做了雙色的設計 就是中間的部分是彩霧香的顏色 然後邊框的部分是百合板 OK 所以它這樣子的設計 就會有整體感 可是不覺得是櫃體的 對 它柔和度也都會增加 所以側邊那邊我下面有看到一個透氣孔 對 最靠近電視的部分 我們做了一整排可以串線的 內部層板都可以串線的一個機櫃 那這個機櫃當然它有一些自動控制也都在這裡面 OK 好 那沙發背後 感覺像是一個壁面的造型 對 收納量也是超強的 那這一次因為我們做了變成是一個三加一房 書房那個位置跟客廳這邊 這道背牆的櫃子我們做了兩面使用 那也就是說有兩個櫃子是在客廳這邊使用 對 因為我們做了七等份之後 然後還有四個櫃子在書房使用 那還有一個櫃子我們可以面向餐廳這個方向 變成是一個展示效果的展示櫃 OK 所以這個屋主一定挺滿意的喔 房子放大的話收納量也跟著放大了 對 以前我們的電視主牆呢 都會用食材來當我們的主牆的牆面嘛 那這一次的設計呢我們其實是用一個食材框 然後呢整個牆面我們用一個是烤漆玻璃 而且這個烤漆玻璃是用黑色的圖騰 那這個圖騰呢我們很好玩就是說 我們希望這個圖騰是有延續性 從玄關的圖騰接過來 玄關地平的這個平花圖騰是不是 對 對 對 換了一個材質 對 真的第一次看到其實電視主牆可以用烤漆玻璃這樣的材質 做出這種時尚跟質感 對 所以這個時尚跟那種新古典的結合呢 其實用烤漆玻璃的方式來呈現還滿炫的 這第一次嘛 對不對 對 第一次 接著我剛剛有說就是 張設計師你在格局的規劃上很強 不只是空間的格局規劃 我覺得包含一些空間要看上去的視覺的比例高度 甚至開出去看的那個外面緊的那個框的大小 你都很在意 對 一般我們希望說它的完整性是能夠帶到每一個面 那甚至於高度我們希望說不被窗簾合所降低 對 那在這個屋子的外面的那個外窗的部分呢 因為它整個量的位置剛好是我們要裝窗簾的位置 那這以往我們有處理過類似的手法 就是說我們希望說量一下就已經是我們的框角的最低點 那這個最低點你又沒辦法條件做那個窗簾合的時候怎麼辦 如果要做的話又要再降低對不對 對 降低之後我們的框角會跟著降低 這個四周圍的框角要降低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樣的設計呢 我們可以做到所謂的無窗簾合的設計 那怎麼處理呢 就是我們在量的位置呢 做一個內砍溝做它的那個軌道 對 那軌道處理掉之後 其實這個窗簾呈現出來的設計也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基本上我家就不會因為窗簾合 然後看出去那個景被縮小了 對 那天花板的高度也不會被降低 一般呢我們跟屋主在設計上需要很良好的溝通 那比如說以這個案子來講 其實屋主呢他很在意小朋友在空間當中的一些活動 尤其是他們還是很小的小朋友 所以說在整個設計當中呢 我們會注意到很多的一些細節 比如說在一些收轉角的地方呢 我們需要考慮到小朋友的一個身高高度 然後去收一些他們可能會碰撞到的一些角 然後顧慮到他們的安全性 在配置的時候呢我們會考慮到說 能夠放空一些空間讓小朋友在裡面活動 所以在選擇沙發的一個配置的時候 我們用一個L型的沙發 因為它可以做比較簡短的一個設計 那多出來的空間呢 就可以讓小朋友在空間當中可以跑跳啊 可以活動 那因為小朋友小嘛 所以他事實上會比較弄髒一些東西 所以布料或者是皮革選擇的時候 我們是以皮革為主 因為皮革比布料呢來得容易保養跟清潔 還記得這一張引起熱烈迴響的餐桌間麻將桌嗎 它應該還滿新沒什麼用過喔 對 而且我剛檢查了一下 你看它放籌碼的地方依舊是這麼的有質感 對 所以它就捨不得還是要過來 對 那在這個餐廳當中呢 我們看到我們需要的那個收納櫃 兼展示櫃就是我們所謂的餐櫃 對 那比較特殊的是這個餐櫃呢 因為它跟客廳是同在一個空間當中 所以它的與會呢也是一樣 都是一個五點門板 只是我們把它雙色配色那個部分 互相拿掉就變玻璃 喔 穿透感 對 那穿透之後就變成是一個展示櫃 對 那這個櫃子當中 除了這個展示效果以外呢 我們還要它有那種所謂的取暖啊 所謂的暖爐 冬天的功用 對 所以我們實際砍了一個暖爐在這個位置 所以吃飯的時候這邊是可以取暖的 在冬天的時候 這個壁爐的食材跟電視主牆一樣 所以感覺上它是一個比較 呼應 第二順位的電視主牆的概念 對對對 OK 好 其實今天的這個房子啊 建商在這個所謂的廚房啊 設備給的這個規格很高 而且已經很完整了 對 非常完整 可是我們還是有幫它再做一些是屋主想要的部分 對 其實它餐廳是夠大 可是因為它擺的這個餐桌呢 不需要那麼大 所以我們多出來的空間可以讓它增加收納 做了一個導巴 讓它增加收納 也增加它的一個檯面使用 那另外呢 就是熱炒區跟青石區原本是沒有隔開 那我們再幫它裝了一個透明玻璃金屬框 讓這個油煙不會跑出來 OK 所以它的這個空間當中 依然維持它要的這個精緻小巧的餐桌 今天麻將桌 可是廚房的功能 我們也幫它補足到有收納 然後功能更完整 對 沒有錯 我看過很多書房想要做那種穿透式的這種採光的設計 讓走道不要那麼陰暗 對 可是千變萬化 今天張設計師的這個走道隔間的做法 讓我又大開眼界 是 這個走道呢 我們希望說它的壓迫性不要那麼強 所以一般我們都會用玻璃當它的一個隔間 或者是拉門之類的 那在這邊呢 我們把它希望說把那種新古典的味道能夠延續 所以我們做一個金屬的切框 然後砍了一個茶坡 那在砍這些茶坡的時候呢 我們又考慮到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屋主希望說它的隔音性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把那個金屬框做寬做大 然後呢做雙層的玻璃 那因為它線條呢 我們才是雙線的一個設計 一條粗一條細 那加上它的疊影效果 會覺得說這個線條是很豐富的 關起來之後呢 我們有一個電動的風情連 降下來之後它私密性就存在了 OK 後方的卧踏區應該是媽媽可以陪小孩一起讀書了 對那這個地方呢就是可以休息啊 或者是有客人來可以當客房等等是一個卧踏區 那我們也少不了它的收納嘛 它有大抽屜可以整個拉出來 那另外這個右手邊 我覺得是媽媽為小孩子將來考量 因為很多爸媽將來都希望說 假如自己音樂沒學好 都希望將來小孩可以學彈鋼琴 對 那彈鋼琴的時候呢 整個屋子有時候常常我們有時候為了新房子設計的時候 鋼琴沒地方擺 找不到 這個剛好相反 就是還沒有鋼琴 可是希望有個鋼琴的位置 那我們希望說鋼琴的位置 預留在這個書房 可是呢現在呢 位置空著又不希望它空得太奇怪 所以說我們就在書過的位置 留鋼琴的位置呢 我們做了一個活動成板 就是這個後成板 那這後成板 當以後想要買鋼琴來擺的時候 它可以很容易的拿掉 鋼琴的位置就出來了 也對如果像現在鋼琴還沒有進到空間 這個成板如果少掉的話 這邊就空一塊 空掉也很奇怪 對 OK 所以這就給電視機前面的爸爸媽媽參考囉 如果將來你想要給這個小孩子學鋼琴 那鋼琴的位置 希望你在裝潢的時候 都可以像今天這樣子做 進可攻退個手 對沒有錯 小孩坊的規劃呢 因為一個男生一個女生嘛 那因為其實是主要媽媽喜歡兩種不同的一個卡通人物的一個調性跟風格 那比如說在女生的部分呢 她喜歡公主風的這種味道 所以整個在空間當中有一點粉紅色 然後呢也少不了她的收納 那這收納當然是在床頭啊 因為這個位置呢是最不佔空間的 所以我們在床頭的部分呢 也是充分利用一個床頭左右上下的一個收納位置 甚至於在床底下呢都是有可以拉開來的大抽屜 那衣櫃的部分呢針對小朋友的部分去做一些她的細部的一個收納的使用 那還有一個她的書桌個人卡通的一種設定 在整個設計當中都會一起被設定進去 那男生的部分呢我們走一個藍色 比較象徵男生的卡通圖形的一個設計 那因為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像這種有些圖形啊的設計 如果說萬一她再長大一點的時候 她不喜歡這樣的一個卡通人物的調性的時候怎麼辦 很簡單 因為我們把這些東西都是設定在門板上 很簡單的我們只要把門板換掉 就適合她的年紀的成長 所以其實她的使用年限可以到十幾年 隨著她的年紀的成長 我們可以太換掉一些表面的一個裝飾材 張設計師我還記得上一次啊 在這個屋主比較小的坪樹的房子的時候 我記得她的主臥室尺寸不大 對 可是她擺了一個King size的床 而且床下全部都是收納 這次房間變大了還是有一樣的需求嗎 對 還是一樣啊 因為我們在床底下一樣幫她做了收納 因為空間夠大嘛 所以我們把這個主臥切成就是 當然就是有很大的浴室 還有很大的一個衣帽間 還有很大的一個睡眠區 那這睡眠區呢 我們還是會把以前的那個精品櫃呢 可以帶進來 對 那而且這個精品櫃的設計呢 比較特殊就是說 我們希望她真的就像比精品櫃 還要精品櫃的感覺 所以我們用了一塊那個會測瓶子布呢 除了用在一個床頭的設計以外 在精品櫃的背面 我們崩扣把它帶到它的背景 而且灰色它本身是沒有顏色的色階 任何的顏色的包包放上去 都會非常的凸顯 OK 好 那這一次它可以有比較大的空間 做這個所謂的更衣室了對不對 對 那有衣帽間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們還是做一些 所謂的雙面的一個設計 因為在衣帽間裡面呢 我們把它的空間放大 然後它的櫃子的桶身呢 也相對是足夠的 那就可以做到所謂的衣帽間做拉門 而且可以做到防塵的效果 所以我們用一些金屬框 還有就是噴砂玻璃呢 來做它的那個衣櫃拉門 為了將採光引入更衣室 張進鋒設計師 在床尾的電視主牆 以對稱的手法做修飾 將主臥的開窗 局部歸納到更衣室的空間裡 讓更衣室也可以擁有充足的採光 而對稱的另一片造型牆 則隱藏了通往更衣室以及衛浴的門篇喔 所以我這樣子看下來 不管這個 反正是屋主給你的第四個案子 對 我覺得不論是大房子還是小房子 你該幫它完成的一些精緻的細節 甚至它要的收納 還有整個空間的風格的拿捏 我覺得都非常的到位 所以我在想它第五間 六間 七間 八間房子 應該還都是要麻煩你了 應該會 應該會喔 有信心喔 對 在我看過這麼多新古典 或者是時尚古典的作品後 今天張進鋒設計師的電視主牆做法 的確非常的別出心裁 首先在電視主牆常用的食材 這一次從主角退居到第二位 成了細膩質感的邊框 而把第一主角的位置 讓給了黑烤玻璃 外加雷射噴砂出的圖騰 這個電視主牆呈現出 新古典該有的典雅質感 同時又不失時尚俐落的空間線條 而且不管電視的尺寸是大或者是小 又或者這個電視是開或是關 這樣的設計都能夠巧妙的 跟電視的本身融為一體 真的是一個非常值得推薦給大家的新想法喔